大家好,我是安逸芳 这期视频继续为大家分享婚姻情感类挂的瞻眼方法 父母姚可以代表双方的家长 父母姚在挂中既可以代表家长也可以代表结婚证书 因为父母代表的是合同文书一类的 所以在姻缘类的挂当中代表结婚证书 但是如果父母姚寻空、月破 服藏或者入墨 临玄武 玄武代表背地里偷偷摸摸的意思 背地里干事情,有隐私 所以这里把父母姚如果临玄武 它代表什么 说没有领取结婚证书或者是同居 但是不要认为父母只要寻空、月破 都代表同居 不一定 大家多验证 叫多为同居 当出现用神与适应关系相矛盾的时候 我们也用神判断成败 以适应关系判断感情的好坏 这段话非常重要 大家要把它背下来这句话 因为大多数的情感类的挂 都会出现这样的矛盾 都会出现这样的矛盾 特殊的时候 那么就符合这一条 生意之间是安静的 但是他们俩是充刻的 但是用神是妄想的 这时候怎么样 断他们 有缘分 但是不和谐啊 这一种情况它是有使用条件的 要以用神来判断成败啊 这是重点当中的重点 这个挂呢 是很多人都容易断错的啊 大家按个赞 先自己断一下 然后呢 再听我讲 卯月秉承日啊 正为雷 便雷则归妹挂 这个挂中啊 施瑶呢 七才迟逝 日成相冲 月见呢 相克合 首先呢 我们看到 施瑶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施瑶在上摇退位啊 又被日成相冲 月见克合 它是一种破 因为它小于零了嘛 它是负的零点五啊 所以说日成相冲的 瑶娜为爱破 那么在这里面呢 观鬼生金是什么状态 负的零点一 加一二 日成来生 所以说你就知道 观鬼生金啊 它是啊 还算妄想 还算可以 对吧 说明他们俩现在缘分 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 这个挂中有一个 云木兄弟发动 画卯木 画净神了 这个兄弟在 因缘挂当中 非常不急 他代表跟挂主一样的 其他的女性 或者竞争者 他在挂中 一直都发动了 一直发动来 冲观鬼 所以这种 动摇 冲摇啊 这个生金呢 它到底是冲破呢 还是冲暗动呢 它短期啊 还是可以暗动的 那么他短期暗动嘛 既然暗动 暗动呢 它代表什么 妄想啊 暗动呢 它就是妄的一种表现 所以说呢 这个生金暗动啊 荧幕冲 生金 代表一些 竞争者 明面上的来 冲观鬼 但是对于情感类的挂 你这种一冲 是不是冲破了 用神冲 就会冲破呀 就不管他旺衰了 你长期这么冲 他当然把用神就冲没了 你这是用神呀 所以用神啊 不适合被挂中的 其他化晋神的摇来冲 那你一看这个挂呢 你肯定就会断 还结什么婚呢 又是六冲挂 对吧 冲主变动呀 所以说 他们两个呢 肯定不行 在细节层面呢 你又可以看 施摇和硬摇呢 代表两个人的感情 同五行 而且又相冲 对吧 那他们俩是不是经常吵架呀 但是反馈我们看看啊 反馈呢 是结婚了 结婚是什么原因呢 可能有同学呢 断的是这个挂 肯定结不了婚的 我们看看结婚的信息 在哪里看啊 这种六冲挂啊 非常的特殊 适应之间的相冲 又同五行 代表两个人感情平淡 但是未必表示 他们会经常吵架啊 相冲很多人会取向 认为他们经常吵架 因为这个施摇 它是破的 它是被日程冲破的 那么冲破的施摇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他们两个人 关系当中 谁是主动方呢 怎样看呢 我们就要看这个 应谣的七才尘土 这个应谣的七才尘土呢 是在临日程的 入挂了 那么我们可以取一个 什么像呢 就用这个应谣啊 代表丈夫 男友啊 代表他的男友 那么尘土来冲了虚土 说明是什么 这个施摇的破呀 是对方 男友来冲的 那他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这个施摇呢 要听尘土的 那么在很多层面上 是不是他会让的 这个尘土 所以说因为他破了 破了在代表的相意呢 就是吵架的时候呢 我们是吵不起来的 破啊 破代表的是啊 一种短暂的平衡 他们两个不会正面的 发生冲突 这是破的好处啊 有的时候破呢 是不好 破呢 有的时候它是好的 那么这个挂的知识点 就在于 此处适摇的破呢 可以让这种平衡维持 而不至于两个人 名利呢 就是这样对着 作对啊 这种对着相冲 反而会意味着 两个人呢 感情就会冲霉了 那么这个荧幕冲身经呢 在理发层面 动摇冲 静摇 这个静摇呢 是望向的 啊 所以身经暗动呢 也会 维持一种平衡 它呢 不会一下冲破 所以在这个挂当中啊 因为它又望 望说明缘分 望 他们俩缘分没有断 啊 在这里啊 所以说这个荧幕啊 一马 林一马的兄弟荧幕啊 我们可以取一个什么像呢 而且又望向 啊 荧幕呢 又是望向化精神的 说明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啊 这样这个人 我们不能取一个特别好的像啊 就是说 一马呢 可以代表一些不太好的人啊 那种不太正经的人 因为它在这个窄窑发动呢 啊 化精神 窄窑发动来冲官鬼 啊 所以说 这个官鬼的原神呢 可以是什么 虚土和尘土 这个官鬼 我们看他的男友的时候啊 就可以知道 这个官鬼的原神是互冲的 所以这个人呢 也是一个比较纠结的人啊 可以这么看 取这个像啊 原神互冲 但是呢 一个原神是破的 另外一个原神呢 林的应谣啊 所以说这个 他们俩之间的感情最终不行 肯定还是因为男方呢 会有出轨 那有的同学会可能会说 那女方呢 啊 女方的这个越界上的这个客核 客核越界 荧幕呢 是长期来削弱它的力量的啊 客核代表一种长期的削弱力量 那这个荧幕入卦 他是不是兄弟啊 兄弟他还是代表其他的女性啊 所以说最终啊 到这个 这种姻缘呢 他结婚也能结 啊 是因为用神妄想 而且用神是处于暗动 短期他都是暗动啊 在姻缘卦当中 我们这个短期啊 有时候三年五年也都叫短期 啊 可能很多同学会认为啊 姻缘卦怎么三年五年也会叫短期呢 你是因为这件事情啊 婚姻过个十几年 二十年的人多的是 他相比较 有一个比较而言 所以说一两年两三年 他是可以过的 他们的生活是可以过 所以像这种卦 最好不要随便给别人建议 说你结不了婚 这个卦的知识点就在于 世姚他是一种破的 他们之间呢 是不能发生巨大的冲突的 啊 虽然这是一个六冲卦 所以到一年卯年呢 就很难保证两个人 能不能过得下去了啊 那个时候兄弟真正妄想的时候 又是发动化精神 好 今天的内容呢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